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朋友都被追缴 大部分都是在电子股 被动元件 环球所谓的 这些比较前一波强势的股票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传传股反而有很多个股在创新高 譬如说像水泥股 我们看一下亚尼 1102的亚尼 它还是在创新高 我们看钢铁股的 2027的一个所谓大成钢 你看这线 像是台股在空投市场 所以说目前整体资金有点在转移 尤其在财报出来之后 上半年财报出来之后 可能会更明显 那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涨价概念股 不只在一个所谓的电子股 在传传股里面 所以说今天带来一档股票 1904的阵容 它是子类 那大陆限缩令之后 这个它的一个子将上涨 差不多五成 然后它的一个工业用值 上涨差不多三成 你看它财报多漂亮 这个上半年已经赚2.4元了 增加3.2倍 而且它是储分 这个上海的一个中投投资 达到24亿 那这边贡献了1.6元的个股 这是业外吗 一个业外一个内 业内 业内业外都不错 而且它只将上涨的一个 这个速度也是蛮惊人的 那所以说 而且它要朝这个所 越南去做一个发展的一个动作 所谓大陆时是净费令 这个是值 就是说它有一些 像水泥 它有一些不符合环保 那不符合它的一个生产效率 这些的工厂都把它关起来 所以供给就缩小了 对 供给就缩小 所以它整个价格就往上走的 这样一个格局 而且你看它现在净值 还是19.68 股价净值比还小一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阵容的一个图 那这里外资还是有同步在买 法来还是有同步在买 虽然它没有亚尼涨得这么高 可是也创新高 这个时候适合介入吗 这个拉回 就是说这里变成一个多头 这个涨高不要追 但拉回来 理论上是可以追一下 那另外一档就是耿顶 那耿顶来讲 然后是做汽车这个板金件的 那我想它的一个上半年也不错 赚了0.5 成长69% 那净值在12元 那这个股价净值比也就0.85倍 而且最近它因为获得 这个中国平安保险的 NSF的一个认证 那平安保险在大陆是一个 这个全职股 是一个前几大的一个公司 它受认证之后 那有开车都知道 它车子一撞到保险要去赔 所以说这里可以顺利打开 它一个所谓的大陆的一个 受复服务的一个公司 那我想在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外销性的一个产业 尤其现在中美这个之间 可能会互扣这个所谓的一个 两边的一个汽车零组件的一个关税 所以说虽然我们台湾的一个趋势 有一点从大陆的工厂要测到 这个大陆以外的一个工厂 免得被川普打到 所以说现在有一点往越南的一个方向去走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或许它在一个中美贸易大战之间 说或许还可以余翁得利 那目前来讲0.4元的一个股息都没有 没有这个填息 那以下的一个状况要填息的一个机会 我想应该蛮大的 好 除了这两档这个个股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操作面 我们说在股市当中的操作就是多空都能赢 就是你厉害 所以有多方的选股逻辑 但是也有一些空方的思维模式 我们要请子序来帮我们追踪 好 我们来看第一档 比较可以反手操作的一个标的 那就是这个2330的一个台积电 那台积电呢 它主要跟大盘是比较有直接性的一个联动 那我们先前有提到 虽然在这个7月多的一个法说 其实内容并不是比 并没有比这个4月多的一个法说状况好 结果股价却涨到这个4月中之前的 比那时候的一个高点更高 那我们是认为这样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反弹 其实跟它的一个基本面状况比较没有关系 单纯是因为它的一个全值全重 占这个加权指数的全值全重达到19% 那可能有特定人士呢 借由这个台积电来去做一个控盘 那就台积的一个基本面而言 在这个今年的一个第三季 其实呈现了一个这个忘记不忘的一个状况 那包含了像是在这个智慧型手机 那以及在这个所谓的挖矿的一个需求 其实在这个第二季到这个第三季 都有一个明显走落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在苹果的一个新机部分 其实从原本的就是讲说可能有9000万 那到修正到8500 到现在可能连8000都没有 那这部分也是持续在做下修 可是他们之前法说会不是有说 第四季会产生更好的忘记吗 那难道股价不会再发挥吗 他是提到说因为第三季有发生病毒的一个事件 那这部分的营收会在这个第四季的一个部分补回来 所以其实全年营收YY的一个展望是没有变化 对 但是什么东西有变化 毛利率 因为它受到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 那一定有坏损的这个经年片 那一定会影响它全年一个毛利率 不过我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数字影响 对它今年EPS的一个数字来看 其实那个比例很低 可能大概就是0.3到0.5块 对 那其实影响不大 那主要还是说在它的今年的一个获利的表现 对于目前的一个股价评价来讲算是偏高的 所以投资朋友是如果有大资金部位的一个操作 那希望说去选一些可以比较大资金 大资金可以部位来去做避险的一个标的 那台积电会是一个适合的一个标的 子旭刚才讲到的这一点很有趣 再上一下刚才台积电的这张字卡 它最后写什么写说全年的营运展望下调 但是股价未修正 读方思维逻辑的人会说 既然它没有修正就表示它相对很强 所以子叙你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对 我是比较保守的看待 OK 好 那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好 那下一档我们就看这个2027的一个大成钢 那这档股票呢 因为近期其实资金有比较避嫌 来到这个所谓的一个传产类股 那大成钢它也刚好就是要发这个现增 那股价近期也有一波涨幅 那这个涨幅到底跟现增有没有关系 那就见能见智 那现增在今天早上有定价出来了 每股42元 那预计要发行2.5亿股 那这样换穿它的一个股本 大概是会增加25%到26% 那现在现增定价出来 仿佛就好像有这个所谓的 利多出境的一个味道 那另外在这个股本增加的一个状况下 也会稀释它今年全年EPS的一个表现 那就目前的一个预估 原本EPS大概股5块 那在稀释之后可能大概是4块钱 那就这样的一个获利表现来计算 其实它目前股价净值比是偏高的 那我们是认为说 今年虽然受到美国这个贸易战的一个影响 那因为它在美国本土有厂 所以它今年的一个获利表现不错 但是我是认为现在的一个股价 其实已经反映着它今年获利一个成长动人 而且可能有过度反映 所以就这个位置我是认为 可以来去做一些反向的一个操作 应该是有一些空间跟机会 那总要有一些讯号出现的时候 才能反向操作吧 讯号 我是认为说在现增定价之后 未来的一到两周 可能会呈现一个横盘的一个整理 那我是认为包含了像是横盘整理 或可能有出现一个场合 或高档爆量 它应该就是一个讯号 那有发现这样一个状况 都可以来试试来去做一个 反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机会 好 那除了台积电大成刚你今天 还要帮我们谈到一档 也是现阶段要稍微小心踩刹车的 对 那3324的一个双红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日K走势图 其实从高档修正下来 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修正 那不过修正到最近 刚好也公布了第二季的一个财报 那第二季的一个获利表现 只有0.44元 那这样不算已经提前反映 可以利空出镜吗 我是认为它下半年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有忘记不忘的一个状况 更不好 对 那今年整个上半年的一个获利 EPS累积上半年是0.55块 那其实这是大于 大幅低于市场的一个预估 那虽然股价修正到这里 那第二季毛利也开出来 其实大概就11%也是蛮差的 那不过就这个法缩的一个展望 可能在这个第三季 它说公司表示说 这个毛利率可能会有提升 那因为有一些新品 或者在这个所谓的 PURY伺服器应用的一个需求有增加 不过我是认为说 虽然新品或者这个PURY的一个需求 它的毛利率是比较好的 不过在既有产品 因为毕竟这个产业 一直都受到这个客户端杀价的一个压力 所以一来一往 应该会抵消它毛利率 比较显著的一个成长 所以全年的一个营运展望 是比较看淡 但我是目前看到 市场的法人运估 大概今年EPS可能达不到3块 目前本益比很高 达到26倍 那过去本益比 可能大概就是在15倍上下的区间 在做这个波动 那我是认为说 在目前本益比偏好下 应该还是有一个下收的风险 更可能 好 所以当然在这个多空双向操作 今天分益师也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至于刚才汉威特别提到 每个月花5000块钱 就可以让肖资族进入台股 而且定期定额的 慢慢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那标帝呢 该怎么选汉威 对 我想刚刚其实柯大哥也提到 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 个股真的不太适合做定期定额 因为买到好的就算了 万一你买到变壁纸的 那说实在话 你怎么定都是没有用 可是人家这个政府官员有讲过说 因为高价股很贵 所以用零股定期定额 也可以操作高价股 所以这样的思维逻辑你不认同 也不一定 看高价股的经营者态势 甚至如果他有放官股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 像以前银行的高价股 1000多块的时候 当然你到现在虽然说跌很深 可是你30年配股配息下来 有人持股成本是零的 这种也是可以去参考的标的 但是你觉得第一次操作的人 不要选个股 对 因为你选个股 有时候你撑不住30年 这个是第一你要活得够健康 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让大家造成大家麻烦 你还要选股 其实最简单就是选台股基金 最好是一两只股票 我政府就帮你设定一个机制 符合前面市值的就进得去 就代表说 资优生都在ETF里面 像0050就是这样的代表 台湾前50大市值前50大 所以它是随时在调整 为什么我故意带这个图来 其实我是真的非常鼓励 因为我特别把2007年的高点 在最左边还让你去看到 你会发现 当初0050从2007年的 就是金融风暴发生之前的高点 它跌下来它跌了50% 所以非常恐怖 也就符合我刚刚讲 如果你用25000块 不管你是买零股 或者是直接去市场上买金金 你的资金的余额 会刚好只剩下一半而已 可是如果你用定期定额 你的资金余额 可能只有打了8折到7折左右 所以它再涨上来 只要涨个2成3成我就赚了 对 你就回来了 后面整批都是你的 都是你可以入带为安 到现在你想要卖掉 就像刚刚柯神讲 我们定期定额就是 只讲停利不讲停损 为什么不停损 你找的标的不会不见的 只是它的时间点问题 你如果是小资主 简单讲年轻 年轻比什么最厉害 你比巴菲特最厉害是什么 你就是年轻啊 你只要用钱来扎 再回60年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就是台湾50吗 还是有其他 其实台湾50就相对比较安全 当然还有一个叫中100 不过中100是现阶段 你资金部位大的人 你适合去买 为什么 因为定期定额 不要说只有小资主 你也可以定个5万块 定个50万 没有人规定不行 那为什么这个中100 中100它相对来讲 是处于一个波动型比较大的 所以你如果停利的时间点 能够缩短 也就是说我短线有赚就赚 或者是高股息 高股息就是它在 台股来到相对高档的时候 我以零鼓励为一个目标 所以你说台湾50除了所谓的定期定额的概念之外 还存在着配息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也带来台湾50配息 你看 当然过去5年 大概加总起来有个两三块 它每一年配两次 现在开始 就是过两年前开始每年 你看我这边就是资料准备的还蛮详细 就是说它有时候同一个期间 会有两个日期 对 同一年就两个日期 2017年配两次 对 但是你看在2016年以前 几乎都是一次 它大部分都有一块钱以上的实例 所以如果你是5年 我至少就成本拿回了多少 拿回5块钱 假设你是以80块来讲 当然5块好像不是很多 可是你要想时间长了 10年之后你就拿回10块钱 20年就拿20块钱 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除了可以赚股价之外 如果你是要把它当作一个传家宝 你的利息也是一个可以增值 甚至你可以再把它 滚进去到本金里面 好 那选台湾50我要怎么做呢 我从下个月的1号开始 我自己准备5千块 然后我去看那个时候 台湾50多少钱 我就去买几张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或者说你可以去 基金市场直接买 可以定期定额用5千块去买的 那你在台湾50你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一股80块好了 一张要8万 对 一张8万嘛 那一股80 那你5千块 你可能就只能买个说70股 60股还不到70股 所以我就去跟营业员说 每个月的1号 我就说我要买60股的台湾50 对 或者你自己网络下单 现在网络下单很方便 就按一按 还可以省手续费 不要告诉我交你的 然后我会骂 我就已经很惨了 你叫人家交手续费 对 如果我们活络这个市场最重要 大家都愿意投资 但是会做这样的动作是因为政府出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台股不可能只涨不跌 难免都会有一些震荡 你高高低低 可是从我们带来的历史的走势图来看 你只要能够在高点 然后 而且很奇怪 这个方法是坐在高点的人才比较容易赚 你买在低点说实在话很难 因为你第一个要报那么久不容易 第二个你的成本 有时候你会因为你买太低 涨个10% 20%你就跑掉了 反而是你用定期定额 你看2007年你一直定期定额 你甚至摆到现在 你的获利也真的可以打扮很多市场上面的 同等型的经济 可是观众不会有一个疑问吗 那是因为这几年 这个台股行情好 如果像以前那种完全涨不到上万点的 还有获利的空间吗 2007年之前其实也没上万点 但是它的0050也可以来到670块钱 所以就是说虽然万点 确实才创造了80多块的0050 但是就算没万点 大概它也有60几块的实力 好 今天想做多的 想做空的 想存股的 都提供给您方式跟标的 还有更多的新闻重点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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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